我是少康 欢迎你来到 TVBS少康战情室 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陈廷飞委员 李明显议员 陈凤鑫小姐 江启程委员 谢依奉委员 李永平前副事长 好 那么 一个大条的事情 美军的机密外泄了 一百多件 最后的文件都外泄了 对乌克兰战局是不利的 因为老美其实蛮厉害的 它渗透俄罗斯的安全部门 渗透安全部门以后 很多俄罗斯的机密 他就转给乌克兰知道 现在这个机密外泄以后 俄罗斯一定会堵 这个消息谁泄露 那个消息谁泄 搞不好抓人 枪壁关起来 然后堵这些漏洞 美国拿不到这些情报了 乌克兰战局就可能 没有办法受到美国的协助 之前一直说 乌克兰怎么厉害 都知道俄国谁到哪里 去把它斩首 把它炸掉 所以因为他那个通讯系统 很厉害等等 刚好半天 搞过这间谍很厉害 这就是一个偷出来的文件 判断是这个文件 这是之一 偷出来以后 比如我现在参加个会议 或者我在机密房间里面 download了下来以后 它因为有折痕 就是把它折痕以后带出来 带出来后再传给大家 所以这个文件它有折痕 你知道没有 它有折痕 所以就有折痕 因为它不可能一整张带出来 折很小 然后偷偷这样带走 所以有折痕 所以就从这边也许可以知道 到底怎么 你看到折痕这么清楚 看到没 把它折起来 而且它不但渗透了俄罗斯军队 还监控南韩 以色列 英国 在几年以前你就听到说 美国去监听法国总统 德国总统的电话 你记得吗 搞什么很尴尬 我们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我们都是盟友 对不对 你监听我们梅克尔的电话 马克宏的电话 你太恶劣了吧 老美说管你什么恶劣不恶劣 谁的电话都要监听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文件显示 俄罗斯战机在乌克兰附近 差一点把英国的侦察机 把它击落下来 一个英国的叫做卯街的侦察机 Ravet Joint 两架苏凯 27战斗机 差一点 最近的只差了4.57公尺 很近 没有多远 所以这情报都泄露了 另外乌克兰反攻计划也外泄了 美国的中东印太情报 也被翻拍有上网 拿出来翻拍有上网 都出来了 Telegram也有灯了 所以西方安全情报 是美国自己人泄密 应该是 就像以前Snowden 也是 有一次我到那个 我看到哪里 秘鲁 下了机场 到秘鲁 下一机场 因为我要去看一些岛等等 突然发觉一堆机人在那边等 我想记者拍我吗 我有这么伟大 跑到秘鲁来拍我吗 他们在等Snowden 那时候船船Snowden要从俄罗斯 逃到秘鲁去 突然讲Snowden 后来那班飞机没有他 所以认为是美国人 之前才抓到一个美国的很重要的人 他把机密都给古巴 从年轻给给了30年 后来他也不是拿钱 他通通没有要 他就看不惯美国对古巴的政策 有很多人是这样 他可能心里面倾向左派 倾向共产党 他在政府里面工作 看你们这样干 情报团队这样干 火大了 也并不是说拿了钱做什么 什么间谍不是这样的 Snowden就没有 对 Snowden也没有 韩国以色列 土耳其 瑞典 挪威 荷兰 德国 英国 都被奸了 中间还牵涉到丹麦 因为海底电人在丹麦那边要转接 丹麦还协助美国 几年以前就曾经协助美国 窃听德国总理 现在南韩也很尴尬 他们说你们美国搞什么 我们让你在这边 这个飞弹那个飞弹在这边装来装去 机体给你们用 那你还偷听我们 南韩说我要进行必要的沟通 沟通也没用了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做这个事 只是你卸出来就很尴尬 你叫人家德国总理 法国总理不是很尴尬 南韩总理不尴尬吗 国会议员一定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等等我们看一下 乌冬炮火站天天上演 像这样的自投炮 许多都是由西方国家提供 但却传出相关机密文件外流 来自美国五角大厦的机密文件 竟然被翻拍截图放上网 主题包含中国大陆 伊朗北韩 当然还有俄乌战争 文件列出3月1号当天战况汇报 包括乌军部队位置 还有接下来的武器援助时程 都写在里面 而且照片里的纸张还有折痕 可能是当初窃取机密时 对折方便携带 由于俄军死亡数字被大幅篡改调低 乌克兰猜俄罗斯就是偷机密主谋 五角大厦已经展开调查 这里面当然几个层面 首先你看到跟盟友之间的互信 一定会出现很大的裂痕 我先可以讲说在短期之内 这件事情会在表面上看起来 就贫富了 但是它引发的那个不信任感 是长长久久的 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年看梅克尔传的时候 梅克尔传当中 其实有特别提到这一段 你要知道其实像马克 那时候是美国的总统是欧巴马 欧巴马是非常崇拜梅克尔的 他自己在很多的地方都表现出来 他非常崇拜梅克尔 可是梅克尔在那个时候 知道说美国在监听他 他是非常的生气 然后大骂美国驻德国的大使 就书里头都有传述整个的细节 然后直接打电话给欧巴马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你的盟友 但是梅克尔在当下 还是把自己的怒气给压下来 然后决定跟欧巴马一起出现在 德国的街头上面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德国跟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 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断裂掉的 但问题之后 梅克尔就再也不信任美国了 关键就在这边 我当下我必须要表演出一个 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没有被破坏 但是从此之后的不信任 那个种子就是埋下来 到今天为止 你认为希尔斯他相信美国吗 他从头到尾就不相信 因为梅克尔在当总理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是担任财政部长 所以他也是被监听的主要的对象 所以盟友这个不信任你看 那时候在所刊登出来 这个窃听的那个名单当中 其实主要都还是五眼联盟以外的国家 可是这一次英国也被窃听 这件事情恐怕所有五眼联盟底下的 这些人包括了英国加拿大 澳洲纽西兰 恐怕心里头都有他的忐忑不安 第二个面向当然就是对乌军的情势不利 因为乌军的几个协助 就美国协助乌克兰的一些情报来源 有可能因为这个曝露在了之后 完全被俄罗斯截断 而且乌克兰实际上面 在战场上的不利状况 也摊在世人面前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各国都会配合着 你已经公布了 你的印太的这个部署情况 当然你就可以想象 中国大陆就会随之而调整 它的印太部署的一个情况 不过最后想要提一点就是 为什么美国就每隔几年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 大型的泄密事件 但还记得在 越战期间的时候的越南文件 那时候是纽约时报 然后接着后面还有包括了 就申喉龙就水门案 这个当然不是在国际上面的 但是牵涉到美国非常机密的 内部的一些监听的一些情况 然后后面的史诺登的事件 到之后的北溪到底是谁炸的 大家还记得传奇记者所说的 就是美国炸的 而且是联合挪威 然后到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虽然很多人讲说 这个是俄罗斯的骇客所为 各位你如果看过 那个推迟上面那个照片的话 他是这样折起来的 然后接着翻拍的 我不知道骇客要如何去取得一个 折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那他其实很多都是他内部的人事所为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像斯诺登 我看过斯诺登文件 他里面有详细叙述说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他怎么样小心翼翼的 去把这些资料给影印下来 他说当他决定要把这些文件公开的时候 他跟别人开会 他手上有手机 他一定把手机放在 就把它当到关机 完全的关机 然后接着把它放在 距离他要开会的地点 非常遥远的地方 绝对不把它放在身边 他说因为即便关机 都在监听当中 因为他自己在执行这个监听任务 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 苹果这些手机 随时在监听我们的电话 即便你把它关机了 所以史诺登 所以美国为什么怀疑大陆什么华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做什么 你们一定也在做这样 这边by the way 稍微的这个提一下 因为最近他们要制裁白俄罗斯 所以告诉白俄罗斯 他的专机是随时有可能 播音操作就让他坠毁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美国担心别人的后门 事实上他一直不断的有后门 在他所有的仪器器材当中 但是我要问的是 你知道像史诺登也好 或像这一次 Twitter上面公布出来的 他们其实都无所求 他们无所求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 其实正被践踏中 我觉得这个都回到 权力政治的本质 因为国家追求权力 而且要像美国这种超强 他是不想被人家超越 或害怕被超越的 所以情报战或者情报的收集 这些等等 应该都过去以来都没有停止过 只是说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情报也扮演着重要的 这个胜负的关键 当初决定会不会打 应该说预判会不会打 其实应该也是从这些情报拿到 然后美国才这么笃定说 俄罗斯要打 只是说乌克兰为什么没有相信这个情报 然后现在这个泄露出来之后 我想不管乌克兰也要 或其他的包括美国的盟国 俄罗斯是不用谈 俄罗斯是绝对早就知道说 美国一定有渗透 只是说盟国这部分 大家会比较觉得 因此好像彼此的信任感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不过如果说从国际政治 权力政治的本质来看 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必须思考 给你再好的朋友 如果国家来讲 他都还是会渗透你 还是会截取你的情报 因为彼此会担心 彼此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 只是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到底对整个俄乌战争的发展 会变得怎么样子 到底是 尤其是乌克兰他的态度会变怎么样 他是不是会变得比较 想说我要完全自主的 来决定我自己的未来 不能再依赖其他人的 或者是说他总算觉得说 我是不是被卖掉了等等的 所以这个整个情报的事情 我认为还是会影响到 整个俄乌战争的后世 相对来看就是说 我们现在台湾 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就更不用谈 美国也非常在意 整个台海跟台湾 包括我们的产业 像台积电这些等等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被渗透 一定有 对 我们的情报的 被收集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 从这个外泄里面 我们要去非常谨慎思考 我们自己的情报安全的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说 美国为什么他这个泄密 是美国人泄密的吗 还是说是谁泄密的呢 如果说是美国内部泄密的 其实也代表美国也是被渗透的 美国也是被渗透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各国之间就渗透来渗透去 整个情报战 现在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即便是在这种网络的时代 可是这个情报战 还是扮演着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所以结论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国安局其实很重要 这个国安局不管是在 反渗透的部分或者情报收集的部分 都对我们整个国家安全的发展 非常重要 我们情报局 我们国安会国安局 应该去渗透美国 去在拜登那边装窃听 我保证蔡英文是被美国监听的 我保证这些民进党这些头头们 美国不监看不监听你们才怪 怎么可能不监听 刚刚警察先生有说乌克兰 乌克兰美国一直后来跟他讲说会打 后来有问责的事情 说你为什么不告诉 为什么不紧张 我不能讲 我一讲就跑光了 所以我不能讲 那个时候其实他就算知道了 承认了 他也已经无济于事 所以他就干脆不讲 让人不能跑 一打就立刻下令 20岁到几岁 60岁的人 男子通通不能出国 所以难民一千万 都是女的或老的 壮年男子其实很少的人 我都会想到这些人 所以我会想到这些人 在这些人 是谁能做的 最后就来说 我会想到这些人 这些人 是谁能做的 这些人 都不认为